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好看這個單位 現在看起上去 舒適又時尚 其實袁真名符其實三千八個家 今次看這個單位 是黃埔花園的 它的實用面積是505呎 屋主是兩個人居住的 但它最大的問題 它有三個鑽石位 廳、房和廚房 越多鑽石位來講 它就越多鑽石 我們最大的設計挑戰 就是怎樣把這些鑽石藏起來 客廳的鑽石位 設計師用了這道木新的特色牆 作為修飾 這棵特色牆 其實是由書桌位延伸到客廳位 令到整個感覺就大了 而用這隻物料其實是膠地板 毛縫的位置橫紫得比較好 你遠處看下來其實基本看不到有縫 而且它的性價比比較高 清潔容易 這個廳其實我們用了一個隱藏式的電視櫃 其實最大的原因就是 如果我們做一個名的電視櫃來講 就會多了兩個角 本身這個位置就有一個角 我們將它做了一個開放式的廚房之後 就用一個假天花的形式 就收了第一個角 另外就是這個位置 本身也有一個角 我們拆了之後就用一個櫃 噴出了一點點 用一個櫃去收了另外一個角 進來廚房 其實你會看到 挖了一幅很搶眼的地中海花紋的磚 為什麼會選擇這幅呢 就是因為第一 它護主比較喜歡這隻顏色 第二就是這幅牆 正正在廳上可以看到 怎樣去達顯這幅牆呢 我們就用了白色的門身 和木色的櫃去搭配 而飯廳這個位置 其實我們最大的考量 就是怎樣增加這個儲物的空間 而我們就用了兩張椅的位置 去做一個座椅 其實我們揭起座椅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下面可以擠出很多東西 另外就是飯廳櫃 屋主就有喝這個紅酒的習慣 我們想了怎樣去擠一些紅酒的位置之外 還幫它想了怎樣去放一部紅酒櫃 這間屋有一個最好的地方 其實它有一個很好的採光 屋主來說其實平時都在家裏做事 所以我們把書櫃放在一個最採光最好的地方 但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屋主有很多書 所以我們為了不遮住窗來說 就在這裡做一個書架給它 而且在裡面這些地方 做了一些收納文件檔檔的位置 這個位置其實我做了一個雜誌架 還有堂門給互主放雜誌 還有裡面收集雜物 由於這裡做了書枱 不可能做櫃桶拉出來 我們這個位置就做了鐵板 給互主收集雜物 鑽石形屋普遍有個問題 就是一入大門就對著梳化 設計師就設計了這個屏風 除了美觀之外 還有很多實用功能 好像這裡可以掛外套和袋 可以在這張椅上換鞋 櫃桶裏面可以放物 偷筆之類的小物 旁邊還有位置可以放長傘 這裏就可以放紙巾 或者搖控器之類的小物 這家屋最大的設計問題 就是整間屋有很多個角 所以我做了一幅暗門 把走廊的兩個角 睡房、廁所和走廊 就隱藏在暗門後面 主人房用色 配合客廳的不勾風格 以木皮色配襯白色衣櫃門板 而這間房最大的挑戰 是怎樣放大衣櫃之餘入遮窗 所以我們在窗口位的地方 做了幾塊大的層板 讓屋主放飾物之餘 還可以自然引入光線 進入主人房裡 揭起書桌原來是梭裝桌 衣櫃中間原來做了 放置飾物的小格 而衣櫃裏面的層板用了玻璃 更方便屋主可以看著衣服來襯飾物 在主人房門後面 其實有個梯級型的位置 設計師做了一個半腰櫃 去修飾這個位置 村民地台旁邊 特意做了一個凹位來放拖鞋 令到沙門時 就不會掃走這雙拖鞋 來到廁所 你見到廁所選用了 這個穿飾白雲石紋的磚 而這隻是比較大的大新磚 好處第一就是令廁所大一點 第二就是磚線小一點 清潔得容易一點 奇缸特意做了一個位置 來放洗澡液 細心看 其實是微微向外傾斜 有線水的效果 但東西又不會跌出來 我們會在洗手盆旁邊 做了一個高身櫃 這個高身櫃其實裏面 可以放很多東西 第三個是客房 客房的角位 其實我們做了一個斜身櫃 去將它的角位收起來 還有陶身櫃 大家來了 最多的多數個